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突然間溫哥華大降溫 終於進入秋冬 上個星期還在說可以穿短袖的行山 突然間現在10度的天氣 又開始多雲 昨晚下了一場暴雨 晨天的日子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有機會和大家分享美景的單位 我們今天和大家看的單位 其實是一個剛剛在交樓的建築 在溫哥華西區Cambie Garden 發展商是安妮 現在交的總共有兩棟高層石屎樓 我們是East Tower 比較近Cambie 這一條打直是南北前面是南 Cambie 我們是Cambie 隔59階 我們是East Tower 隔離西邊的就是West Tower 這兩棟樓可能如果是溫哥華熟的朋友 開來開去都看到它一直在建 現在終於交樓了 我們陸續幫助小朋友在收樓 現在分享的是一個剛剛會準備上樓的Listing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兩房單位 室內總面積1,155呎左右 兩房兩次兩個車位一個Locker 我們先介紹一下內裝 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單位裡面的特色 始終西區的樓盤用的東西應該會漂亮一點 設計可能會好一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再跟大家出露台看看美景 這個單位的職位是相對實用的 準觀它是corner unit 但沒有太多走廊 門口一進來就已經很實際了 右手邊就是一個客廁 只能站一站的就是走進來已經很暖 它連客廁都有做地暖 它兩個洗手間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這個好像工業風 主要都是這些灰色的長磚 也是比較大片的 然後這個Sink也比較厚的counter space 下面兩個櫃桶 下面兩個櫃桶 然後大家進來這邊 看到它那個纖維底座也是鋪了磚的 不是那個不是纖維底座 對不起 那個是底座也是鋪了磚的 然後上面就有個Ring Hat 那這裡也有個可以調校高度的 那個叫做Hand Hat Shower 都挺高的 不是一格嗎 你要調校高度 我都要碰高一隻腳 我都算高的了 好 低一點 好 這樣就容易適合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細小的Niche 不過這個Niche好像有點差 我覺得它可以做深一點 我兩個洗手間都看過了 這個就是工業風的Style 我喜歡 但另外主人房的洗手間 我覺得它所有的features都更好些 這個就是一個有LED燈的鏡 後面也有些Lighting Undermine下面也有Lighting 這個是懸空的懸浮櫃 來的 門口一進來就已經有兩個門口衣櫃 有一個Washer Dryer 加隔壁可以放東西 很深 你直接可以走進去 也挺大的空間 然後隔壁又是一個closet space 放東西的空間比較充足 這邊還有一個大closet 所以整條走廊是沒有浪費到的 來到這裡就已經是廚房空間了 它的設計就是一個很大的中島 然後長條形很多空間的一個廚房 再加上pantry 主食爐和雪櫃 在這邊的L shape 加上island 在中島的位置 其實你向前看 已經可以看到整個客飯廳 還有這個單位的賣點 實在是景色 向南和東 也挺舒服的 在這裡洗菜 準備一些咖啡茶 Sink 有兩個Sink Double Sink 除了這個水龍頭之外 還有一個可以靈活 即使用的花花頭 有一條碗 也裝有碎骨機 它那個石材 它那個台面的材料 其實是天然石 我肉眼都會看到一點點凸凸 摸上去也會有質感的感覺 比起現在很多樓盤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用人造石 它就會比較有特色 但是呢 適用的朋友都知道 大家如果用天然石的台面 就要多一點點維護的心機 除此之外 它兩邊還有Waterfall 石一直到這邊的底 以及那邊都是一樣的材質 整個單位 今次選擇的color scheme 都是比較淺色的 灰灰白白的石材 而它的廚櫃也是一種淺灰白 就是很軟 很舒服的一種color 上面也充滿了很多的儲物空間 除此之外 櫃頂到天花之間 其實它和旁邊這裡 還做了一個同樣材料的一個包框 由這裡去到雪櫃那邊 令你的廚房會有一個分隔出來的感覺 下面呢 下面呢 全部都是櫃桶 每一個櫃桶 當你打開 你都會看到 它有一個是sensor lighting 一打開就有了 而每一格櫃桶 大部分呢 裡面都還有一格小櫃桶 所以呢 這些都是錢來的 我覺得做價都應該挺貴的 每一格都有燈 還有這些櫃桶 下面呢 都有一格大的 下面那個就沒有lighting了 下面是大櫃桶 所以光是這個linear的廚房 我覺得它的儲物空間很充足 除此之外 這個櫃底有燈 長身裝有很多電掣 那這一邊是什麼呢 這一邊又是一個特色位 它是一個儲物空間 而相對於很多樓盤 我們看到儲物空間就是 你要這樣放東西 它其實做了五組這些架 這些其實都很貴的 我們有時候在樓盤的轉彎角位 可以看到一兩個 很少有地在一些高樓盤 都看到是做足五個 這些可以乘重量 比較厲害的架 下面呢 都還有一塊板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的 你可以拆走一個 就有一個板的空間 但我想大家都不會這樣做的 好了 這個儲物空間之外 還有這裡 這個整個是鋪空間 又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然後再過來就是主食場 一個上面是微波爐 那牌子是Wolf 同樣都是一個package 焗爐也是Wolf 這個就是大焗爐 上面那個就是微波爐 剛才沒有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Gas 它是4 burner的Gas爐頭 牌子也是Wolf 除此之外 它的炒油煙機也是Wolf 是Pro的系列 這些其實是commercial grade 所以大家真的在煎炒 它抽力就會很激 雪櫃是Subzero 通常Wolf都是搭檔Subzero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兩格大櫃桶 是冰櫃 多提一次大家 通常如果大家用Subzero的雪櫃 它會有兩張膠 塞在這裡 教大家怎樣用 可以參考 好 看完這邊之後 我們看看Island的下面有什麼 它其實是有儲物空間 和小碗碟機的 小碗碟機是ASCO 這個牌子 然後這邊下面就是儲物空間 水盆下面 它還有一個可以拿出來的櫃桶 方便大家收拾東西拿東西 然後旁邊也有一個酒櫃 酒櫃也是Subzero 又是可以分上下格不同溫度 一個個一個個都可以拉出來 然後旁邊有兩個很有趣的位置 它有一個電掣位 給大家可以插電 另外這裡也可以打開 可以放些醬油 調味粉 兩格的櫃桶 這裡就是所有廚房的儲物空間 我們又看看 那單位還有什麼特色的功能 如果客飯廳的話 就是為了方便出入的時候 起落 其實它有把這些兩組的遮掣 是做Motor的 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控制一二三 這三組的窗簾 是SINGLE 方便大家使用 但是房間 因為是隱私的原因 影響到睡覺感錯的那些 房間裡面的就不是Motor了 那就是自己拉的鍊 這邊也是燃燃的DMA 它基本上整個燃燃都是有做DMA的 大家將來 例如這個飯廳位 買一些可以做DMA的燈泡 就可以製造一個漂亮的水晶燈 我們走到這個位置 看到飯廳位置 客廳位置 那一幅是電視場 然後是看景 這邊剛剛說了 向南 那邊向西 大家直接看到飛機場 和大片一點的海域 那邊就是Vancrover Island 方向 這邊就是South Surrey 美國的方向 我們不如出去露台 和大家看看景點 它的露台也有少許特色 大家看到它走出來 感覺好像沒有離開過室內 因為它選了一些 和單位裡面的地板 很相似的tiles 鋪在外面 所以它外面的露台位 就不是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的石屎 即tiles 走出來感覺比較好 這個方向是East Facing 向東的 走出來的景點 再震撼一些 因為你會直接看到 旁邊整個Lengara Golf Course 我們這邊就是Cambie 59階 這條南北向的就是Cambie 向南 其實Lengara Camp 一直都有很多建設 但不是每個建設 都可以建造高升等 很多時候都會像我們附近 看到這些低升等建設 或者我們上次和大家分享 Savannah 在Windona Park 這是那個地板 這裏裡面全都是一些矮層 包括這些比較新的樓 所以也有朋友說擔心 現在景觀是很漂亮 將來會不會建高樓 其實不會 好像這邊的鬆鳴都會像那些低樓 我們26樓的高度可以全部看得很遠 這邊向南,那邊是西 可以看到Vancouver Island的山,看到飛機升降 看到飛機但你又聽不到聲音都可以 然後那邊就是Richmond 大家看到樓比較矮,很平 我們直接看過去,中間可以看到River 看到屋橋和後面的機場橋 這邊就是溫哥拉東區的方向 都是以獨立屋為主,看得很遠 那一大片樹林就是中間區 再過去就是Matchel Town 後面就是Brandwood 今天天氣很清,雖然開始越來越多雲聚集 但再遠處都看到Lowheat那邊 下面就是Suri 我們家裡的樓樓就是那邊,在Delta 我們家裡也看到了 這個露台是全部遮蓋的 有燈,剛剛說了有地磚 然後再看進去,這個就是2nd bedroom 現在我們看了整個單位的客飯廳 我們就看看房間 2nd bedroom 它的特色就是有兩面面的面 有向南望露台的風景 也有向東望到Matchel Town Golf Course的風景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2nd bedroom 衣櫃其實很大 是walk-in closet 發展商也是做好這些closets 有些櫃筒給大家放東西 closet和房間都有燈 房間 現在它這棵牆都幫大家做了一個電視牆 天線圍 好,這個單位是有冷暖氣的 中間控制是這裡 這些控制都是可以連續手機的 你可以在回到家裡的前後 或者忘記了適色冷氣都可以在這裡用 然後crossover了這麼大的客飯廳範圍 另外就是主人房 它是分開兩邊的 主人房就明顯是感覺 比剛才2nd bedroom大很多 窗也會再大一點 有一片大玻璃 主要是看著向南的風景 主人房的motor 沒有motor 就是直接自己拉的 還有它是black out blinds 然後主人房的話 後面這裡就直接通去衣櫃 它就是兩邊衣櫃 這裡有個sliding door開關 然後再進去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完全有不同的風格 剛才是工業風的 這個主人房的洗手間是更新的 整個都是鋪了tiles 整個洗手間都有的 全部都是鋪了tiles 一樣有地暖 然後地磚和長磚都是相似 基本上是一樣的光滑面 很乾淨 台面就配了深色的counter space 有一個厚度來做設計 上面這些全部LED燈沒有櫃 旁邊這裡有一個毛巾位做了 這邊這一組的按鈕 就體驗到它 這個是new heat的control 你明白嗎 這個是new heat的control 有電掣 這個是fan 可以教它20分鐘 40分鐘 60分鐘 有那個叫做sensor lighting 兩邊分開sync 裡面也有電掣 下面也有兩組櫃桶 給你放的 同樣也是圓浮櫃 下面有些lighting 然後我們看看洗手間 看看shower stove和浴缸 shower stove一樣都是纖維底座 纖維底座 纖維底座? 整個一看成形的感覺 然後一直到浴缸上面也有一個neach 所以大家放東西的空間或是display 擺一些漂亮的空間就很多了 還有它這個是整個浴缸 不是黏著那隻正方形的standard 它有一個浴缸一個座 這些都會貴一些的 還有它也有自己的一個花枝 水龍頭 這樣 這裡也是毛巾位 洗手間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整個單位就看完了 這次這個unit的掛牌價是230萬 室內總面積是1,155呎 露台面積是130呎 總共是2個房間2個廁所 那我們的空間是P4的 稍後會和大家看看 有兩個空間和一個空間 那接下來下個星期會做open house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來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建築的樓下 門檻號碼是7433 Camby 因為這個是East Tower 所以就近一點Camby這邊 那West Tower的 entrance 就在裡面內街那裡 我們現在就是建築的周邊 它交樓的時候 周邊的圓藝各方面都做好了 那裡面有一個行人徑 這裡都有 或者單車徑 外面才是馬路的 那街位就比較少一些 後面有些 大部分人都會停在下面的Visader Parking 那我們現在就和大家看看Lobby 那如果你不是車入的話 就會用到這個Grand Lobby 或者是收信的時候 一樣要有FOB才可以可以通知 這些保史 這邊是安全的 這一座樓是有24小時 Visader Parking 即是你無論任何時候下樓都會有個人 在這個角度 這裡是大堂的地方 East Tower下面有人坐在那裡 West Tower未必有 West Tower的Lobby會比較簡單 我們這裡有Granley 然後你看到燈和石頭 這裡是信箱位 我們這邊都是大的Tiles 進來這裡有兩台升降機 其實Camby Garden是一個很大的屋苑 還在發展中 現在只交這兩棟樓 之後發展商也會建一個 專門是Amenities Building 裡面會有很多會所設施給住戶用 大家再打一等便可以使用 我們來到停車場 是P4 是Side by side Double Parking 這兩個車位都是屬於我們剛剛介紹的單位 從這裡走到升降機後 都是很快的 有條捷徑地空過去 Retro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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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Hi Oh OK 不 要正經 字幕提供 1 2 3 4 5 6 7 今天就停止了一次 有溫哥華的地產 Hi 暴入了 鏡子有問題 哦 好 哦? 就是了 好 好 精神集中了 OK 好 我想重新說過 為什麼? 不知道 你好